我俩在一起两年多了 但是到现在都没见过家长了 他特别回避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我也想跟他走到下一步啊 还不都是因为他不够努力 一直都在原地踏步 我是越来越觉得 他就没有跟我打算长久 就没有奔着结婚走 经常跟朋友聚会 还经常骗我 其实我心里一清二楚 我为他也付出很多呀 给他找创业机会 是他自己不够胆大 没什么出息 他不在深圳安家 我怎么敢谈我论嫁呢 我觉得他说的那些都是借口 但凡出现一个条件好点的 马上就跟别人走了 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克先生 26岁来自四川电销 女嘉宾彭女士 22岁来自广东电话园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儿谁要来的呀 是我要来的 要干嘛呀 主要是呢 也是跟他在一起 差不多两年多时间的嘛 我感觉他当我是一个 备胎的一样的感觉 今天你要跟他把话说清楚 是这意思吧 两年多了是吧 对 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当时嘛 我在那公司里面工作 他也进公司 那边一个同事聚会嘛 那时候就认识了 同事聚会感觉 聊得还不错两个人 就然后加个微信 就聊在一起了 一间公司的 对 公司在哪呢 在深圳 是这么认识的 对 两年多了 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个备胎呢 怎么说呢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两年多了 最基本的 就是说 父母这些都没有见过 就是说我跟他两次在一起呢 他老是这个约 那个约 朋友 反正这里约 我都不知道的 不不不 维持的是骗着我的 咱们慢慢说好不好 你想过要见他父母是吧 想过呀 你家是哪儿的呢 姑娘 广东的 离深圳有多远啊 400公里左右 400 那不远啊 对不对 抬腿不就去了吗 是看过吗 去呀 去了呀 有一次 他说他想他父母了 他回老家 然后我就要求 我跟他一起去嘛 我去了 然后我住宾馆了 住宾馆 你去当然应该住宾馆啊 我知道 我觉得没关系啊 住宾馆 但是我说 见一下他父母嘛 他死活就不同意 为什么呢 姑娘 那还不是因为 你不够努力吗 我一直都有叫他去创业 然后他一直不肯去创业嘛 不是 这就创不创业 跟见你爸妈 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我就想他 稳定下来 咱们再见父母嘛 那你父母他也没见过了 没有啊 你家是四川 对对对 太远了 倒是可以理解 我也要求过他见我父母 但是他不肯啊 他说远没关系啊 我把我父母接出来啊 你把你父母从四川接到深圳了 对啊 见了吗 没有啊 我接出来他不愿意啊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说过要见到父母 但是过年我也要回老家 没有说不见到父母呀 等于过年他把他父母 从四川接到了深圳 你自己回家过年去了 他的意思就是见一面 然后就走了 那有没有考虑过 我父母的感受呢 见了吗 没有啊 他就死活不同意见 他的意思是不见 对 这个好像也不能构成 你说你就是个备胎啊 这不算什么嘛 因为他所有的朋友 压根都不知道我们谈恋爱 他父母也不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他父母 我不知道吗 两年了 我一直以为都知道 然后就那一次 去他老家的时候 我三番几次要求说 见一下他父母 他不愿意吗 后来他实在说了没办法 他直接跟我说 他父母压根 他便阳他不愿意吗 他不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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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那我就想问他有没有想过我们将来呢